就让你的工作自动化吧 你自动化下一个阶段你才有办法智慧化 如果你还不到自动化 你根本不用去谈所谓的智慧化AI 很多人可能连程式都不会闲 你跟他讲AI可能有点遥远 OK 所以基本上还是慢慢让你的工作能够 比较能够 提高效率一些些 那第一个我是只有留下第一个公式 其他都删掉 再来的话我就开始录制 录制的话开发人员录制聚集 那名称的话我叫问卷调查聚集 录制 所以我先彩排过了大家也知道一下 然后呢步骤你可以参考那个 36页 他这边有中有那个注解吗 1234个步骤 所以你就照着录 反正四个步骤 以后呢我是建议啊如果你要录制聚集 最好也是脚本写一下 不然的话你有时候 下一步都忘记或者多做几个步骤 NG要重来很麻烦 那这边的话我就讲 聚集 按名称叫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 聚集 OK 那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第一个步骤是B2 游标放B2 所以记得你第一个你不能直接把 游标就放B2 因为如果你放B2他那个行程式就不会出现 就按确定 好 那1的话 已经有了 按确定 把它盖过去 OK 重来一下 然后1的话呢怎么样呢 游标放B2 所以点一下B2 他会帮我录一行 叫Range 什么呢 B2.slate 对不对 然后2的话呢 游标请你放在上面 因为我公式没删掉了 其实不用删 因为你打勾等于是把公式输入 OK 2就是输入那个公式 3的话呢就是什么 向右填满 到欧栏 放开 第4的话呢就是向下填满 其实不用向下拉 如果你这边没有东西的话 你不用直接 因为刚刚如果你 那一栏已经做完你好像没办法直接点两下 但是你那边没有东西的话你现在快速点两下 这样就OK 然后最后的话呢你就 完成就把它停止录制 好 这样就OK了 接下来的话呢一样 就是 再录制一个清除 清除的话呢一样 游标我们 37页 游标放在B2 那我是建议啊用那个快速点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按下Delete 四个动作 所以接下来的话 就录制清除 清除 按确定之后就开始 1 游标一样 有一个 确定 4 游标放在 B2 B2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按Delete 好 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停止 那我们试试看 聚集里面就会有 问卷调查聚集跟清除 你可以执行它 OK了 然后清除 也OK 那再来请你在旁边做两个按 插入 表单控制项 这边把它拉一下 诶这个是 叫问卷调查聚集 那我把名称也复制一下 那这边把它清掉 那再来 拖拉一个 插入一个那个清除 把这边再拉一个 清除 做完了 OK 试一下 按它 OK可以了 清除 这样的好处 将来如果你 前面资料更新 后面就按一下就好了 那你就可以很快就可以 做你应该做 尤其是你经常在统计一些 可能外部来的资料 或类似像这种问卷调查 你要做市场调查的话 那可能回来的data就非常的多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很快的就可以把你要的 结果给做完 你不降了 试照